嘿大家好,我是SKY,我知道我很久沒有上傳中文影片了 我覺得我每次就是上傳一個中文影片 開頭都是嘿,抱歉,我完全沒上傳影片了 那我現在有一個合理正當的理由 就是我在西班牙幾乎天天講英文 所以感覺就是你知道,假設這是我的腦袋的話 我大概中文的部分大概只是這一些 其他都已經被英文攻佔了 因為就是天天講英文,我覺得自己英文進步很多 但是中文就是呈現一個笑話的狀態 但是身為台灣人,感覺這樣子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決定再拍一個中文影片,怎麼說 向自己的祖先交代一下,就是 啊,我還是會講中文的 那麼,我現在在西班牙也待了三個月了 就是時間真的過很快 就是我大概再過幾個月我就要回台灣了 那我在西班牙,等一下喔 我知道我iPad有寄一下,就是我這個影片要講什麼 啊,好,我想在這個影片去聊我畫錯了舒適圈 所遇到的小幸運Q音樂 原來你是我最想瞭著的幸運 啊,我真的好愛這首歌 我總共整理出了四點 就是我還要看我的小超 可見準備非常充足 那我們就一個點一個點 慢慢去談 討論就是我在這邊待了三個月下來 我學到的一些東西 或是我自己本身內心的一些想法啦 好,那我們第一點是說 好,我上面寫Travel Erasmus Erasmus它是一個歐洲的,算是一個交換學生的團體 我因為Erasmus他們就是在這一學期他們規劃出了蠻多的活動的 就是我們有到Bilbao啊,到San Sebastian 這樣講嗎?不好意思 英文不太好 San Sebastian 應該是Bilbao San Sebastian 然後還有到葡萄牙 然後到馬德里 然後或是去爬山 反正就是他們規劃了很多很多的活動 然後因為這樣子也去 多多看到了很多很多 就是平常在台灣可能不會看到的東西 如果想要目睹 就是我眼前曾經見證過的一些美麗的話 歡迎去看我的影片 因為我其實來到西班牙之後 我很多Travel的影片就是 都是片段片段的影像去把它弄在一起 然後試著去說一些故事 那除了Erasmus 就是Erasmus他們的活動之外 我也跟我的朋友 在這邊交到我的朋友 我竟然會交到朋友 一起去做了一些我自己都沒有想說 我自己會做的事情 我們有去海邊 前幾個禮拜我跟我三個很好的朋友 我們一起繞了葡萄牙 然後我們也一起去爬山 就是一起做了很多事情 這個某方面讓我更了解自己 我發現我不是那種 總把一個人旅行的那種女生 就是我會覺得 你自己去旅行 你去看到的一些人事物感覺 就只是這樣子在你的眼前 但是你跟你朋友彼此一起陪伴 然後在一個新的地方 去創造新的回憶 我覺得就是一個 很難被取代的一個回憶 對阿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我想要再回台灣之後 跟我的朋友 因為我回去就是大肆下了 時間會比較多 然後想要說就是 到處去探險 感覺身邊有很多美 我還沒有發現 就是我前陣子去意識到 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出去旅行 我們都會一直照相 一直錄影片 但是 我們當我們回到自己的國家 我們好像就是 把一切周遭的東西 視為理所當然 所以一些我們國家 我們城市有的美 我們都忽略它 因為我們已經習慣它的存在 但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秉觸這個東西 我們要隨時去注意我們身邊 所有的美 不管我們身在何處 那我們下一個我想要討論的一個東西 是朋友 我在這邊的朋友幾乎都是德國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們的故事 故事 我們的故事其實蠻奇妙的 就是 因為我們有一個pre-welcome party 所以它就是一個 十一點半 晚上十一點半開始的party 照理來說 我那時候應該已經睡覺了 但是因為我的buddy就說 欸去啦去啦去啦 所以我就去了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就是 認識了蠻多人的 然後我們就是變成說 我找到了一群 小團體啦 小團體聽起來好難聽 反正就是找到一群女生 就是我們算是 很有話聊 然後我覺得就是找到一群對的人 然後我覺得我蠻幸運的 就是我在這邊 區區一個交換的體驗 我竟然能夠遇到一群 就是 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朋友 然後他們 剛剛好 都是德國人 也因為這樣子 激起我對德國的一些興趣 其實我有一個朋友 他跟我講過就是 在認識我之前 他完全沒有想要去探索亞洲的慾望 但是認識我之後 他就覺得 他發現的亞洲很多東西 都很奇妙 都很酷 所以他有一天會想要來台灣 你看 國民外交 然後我覺得 也是因為這群朋友 讓Ovieto 就是我交換的城鎮 在我心中有一個 很特別的地位 不是因為這個城鎮 有很多雕像 然後很漂亮 然後有一個大教堂 而是因為這個城鎮 有這些人 而這些人他們賦予了 這個城鎮 一個意義 我感覺我是一個比較 情感取向的人啦 就是 不管你在哪裡 只要有一群很棒很棒的朋友 他們都會讓你的經驗 你的一些探險一些故事 變得更精彩 有趣啦 所以就是 我很幸運能交到這群朋友 對 好 然後再來就是 第三點是啥 自我方面的成長 那我在台灣 因為 我住的地方 是套房 就是我之前在城鎮 就是住 住那個附近的套房 所以沒有廚房 然後下面又是 娛樂節 所以就是很多東西可以吃 然後在之前 我在東武的時候 我也是住宿舍 然後也是下面 那邊 我們都在哪裡啊 南京附近站附近 所以那邊也是很多吃的 所以就變成說 我其實 一直以來都不太會煮東西 我唯一會煮的東西 就是水餃還有泡麵 然後 到了西班牙之後 因為 這邊的一餐 派出麥當勞以外 這邊一餐至少都七歐七條 所以這樣算過來大概是 七五 三十三 七三 大概兩百四十五 就是大概在台灣吃早午餐的價錢 這樣吃下來其實蠻敗家的啦 所以 就是不得已只好去 Supermarket去買東西 然後自己煮來吃 然後 我認為啦 台灣的快炒 非常容易 上手 我平常在家裡 偶爾啦 因為媽媽會看我影片 所以我不能說話 就是偶爾 會幫我媽媽弄 就是煮菜 偶爾 偶爾 平常沒幫的話也會在旁邊看 所以多少都大概知道怎麼去炒菜 怎麼去煮東西 所以現在在西班牙 就是幾乎每餐都自己煮 就是我會煮的大概就是 蔥蛋系列 只是這邊我找不到蔥 然後我不知道蔥在西班牙 或是什麼 就是我想要找那種青蔥 然後就是我找來蔥的西班牙聞 然後看到的就是 阿就是蔥 你知道洋蔥 所以我找不到蔥 所以我就用青椒或是香菇 蘑菇 去取代 然後做青椒蛋 或是蘑菇蛋 然後不然就是那種番茄炒蛋 很基本 不然就是 青菜搭肉絲 不管是豬肉還是雞肉 然後再飯 大概就這樣 然後我就吃得很開心 然後再來就是燙青菜啦 然後我記得我前陣子買了一顆 很像高麗菜的 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高麗菜 所以我在這邊就是 完全就是一個 這個看起來還不錯 然後就說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就亂挑 然後到時候就全部丟在一起 然後看自己能煮出什麼樣的東西 但是我朋友 德國的朋友 他們都非常認可我煮菜的技巧 我媽跟我說 台灣的那種快炒 很容易打發外國人 然後隨便弄一弄 他們都會覺得你很會煮東西 我室友也覺得我很會煮東西 但殊不知 我其實是來到西班牙才開始在煮東西的 所以就是 就是想要交國外的朋友 就是稍微練一下什麼燙青菜什麼的 他們就覺得你很厲害 然後就可以欺騙眾人 好像你是那邊的阿基石一樣 殊不知你什麼都不是 另外一個部分是 我朋友前陣子生病 然後他去醫院 阿這邊的醫生好像不太會講英文 我媽她有教我一個就是 當你覺得你快要生病 如何預防你生太嚴重病的一個方法 好大家 這是我的腳 因為很冷所以我穿毛襪 但反正就是 這邊是不是有個骨頭 我牛仔褲是不是有點歪掉 好 這邊是不是有個骨頭 然後這邊是肥肉 然後骨頭和肥肉中間 有一個空隙 那當然你覺得你快要生病的時候 你就去按這邊 他這個叫皮筋 然後反正去按去按 然後兩條腿一樣 然後去按每一條腿 大概按15到30分鐘 然後就是 基本上你按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點痛 如果你覺得有點痛的話 你就按對地方了 也不用按得太over 那按完它 然後你再去買那種粗眼 大概三粒 然後泡在一個麻蓋杯裡面是熱水 然後很像喝 然後再就會想要尿尿啦 然後去尿尿就會把毒排掉了 然後我真的試過這個方法 然後認真預防過了蠻多次 就是可能會變成很嚴重的病的病 所以就是這個也是一個照顧自己的方法 一個某方面到了國外你要學會照顧自己 然後這是一個自我成長的感覺 到了一個異國你真的可以迫失自己去成長 因為你不成長你就等著餓死 或是你就等著生病病死之類的 不然就等著懶死懶在家裡摘死 摘在床上 完全就是一個force你要跨出舒適圈 我記得我之前講過就是 你在舒適圈外往往可以發現一些很棒的東西 我記得我剛來西班牙我真的很後悔自己幹嘛要神經交換 結果三個月後成長了那麼多 遇到了那麼多好的朋友 然後又看到了那麼多 我沒有那種在歐洲各點打卡的那種裝置 但我覺得我光是在這邊遇到的朋友 和他們一起在RVL創造的回憶 就已經夠了 就已經值得了 我完全沒有想到會在這邊過得那麼開心 然後遇到一群那麼棒的人 我真的覺得我上輩子已經積了蠻多贏得的 才有辦法在這邊 諸事在Welcome Week之後 諸事才可以過得那麼順利 我覺得把你丟到國外 你認真可以去省思很多東西 認真可以成長很多 然後有時候如果你幸運的話 也可以得到很多很多 無法被取代的美麗的回憶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就是相關的體驗 或是你們看完這個影片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那就大概先到這邊了 好久沒拍中文影片了 好怪 又要怎麼結尾 啊 我不知道怎麼結尾 呃 大家 希望你們看我影片 呃 完了 怎麼結尾 希望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那我們在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中文字幕 李宗盎 我們又有一個人 我們會做過的 我們會很長吧 我們會不會太好 對